作曲 李宗盛 首先導演在製作一個劇本 我就是知道的 但他們的最初原意 可能未有我這個角色生產 他們想了一件很大型的案件 而這個案件 從來在香港都沒有發生過 將來我也不希望會發生 一件很大的事情 當中涉及他們描寫的層面都比較 又承接韓線 那個層面是再高一層 可能大家看得到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就算他們做到 拋一下你也能拋到 它又好像似模似樣 所以劇情和背景 案件 他們仔細的劇本 還有他們拍攝的勢力 我覺得這部是一部 頗有質量的劇情片 他們找我做一個很老年的警察 這個警察就有別於我過去演過的警察 當然我也演過很多警察 而這個警察就是一個 反恐組織裏面的部門 他就是那種 很多歷年來在警界服務了這麼多年的抑壓 或者他慢慢對事情處理案件的辛辣 都比較對我來說是新鮮 如果演一個警察來說 他很多事情在自己的計算 他自己的經驗 他的脈絡 他的謀略 這方面在劇本和導演 都賦予了很多給我這個角色 所以我一收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就挺有興趣 演起上來的時候 還一直演 他們都一直在 在一個角色上 不同的洞洞洞洞 都還在發展 我演這個戲的時候 都挺開心和舒服 到兩個了